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有一个指点 它是0.1公斤 它细在一个线 一米长的线上面 从天花板掉 掉在天花板上 它可以在这个地方 摆动 左右的摆动 这是垂线 摆动 当绳子 与垂线 加θ角的时候 θ等于30度的时候 这个物体的速度 是每秒2公尺 每秒2公尺 现在要求 指点加速度的切线分量 与法线分量 指点加速度的大小跟方向 刚才是切线分量 法线分量 那么总加速度的 大小跟方向是什么 还有绳子的张力是什么 那求这个 那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那一定是 力的问题 对不对 一定是不平衡的问题 用动力学来解 那我们就把关键物体找出来 把关键物体的外力画出来 一个是mg超距离 然后这个是接触力 就是t 还有一个就是mg跟t 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 那么我们看切线分量 这个没有切线分量 只有这个有切线分量 就是mg3c 它等于mat mat就等于g3c的 g是9.8 每秒每秒公尺 30度等于 每秒每秒4.9公尺 这个很好算 那加速度呢 法线加速度要怎么算呢 我刚刚说过 用这个式子啊 纽兰第二定律 sigmafan 没办法算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 an等于这个 v平方ofr v平方知道了 r知道了 r就是一公尺啊 所以an就等于 每秒每秒4公尺 那at跟an 都知道了 那a就是等于 这个就是它的 和加速度啊 那是等于 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 开根号就是这么大 方向你就用phi叫 tangent of phi 是等于这边比这边 at over an 带进去就是51度 现在要求它的张力 张力的话 我们就把牛顿第二定律 这一部分写出来 现在呢 我们就用这个 这是 t减掉mg 这是朝这边 它是朝这边的力 等于man啊 牛顿第二定律 好 那我们把这个调过来 放在一起 an算出来了嘛 c大三十度也知道嘛 带进去就是 1.3牛顿 所以这一题 就是告诉我们 法线加速度 永远等于 v平方 over r p 等于这个 好 再来我们就看 人造卫星的运动 加速这个是地球 质量是m 半斤是大r 好 这个是人造卫星 质量是小m 它距离地心呢 是r 远 r 人造卫星在上面 通常这个 都是几百公里了 三百公里 四百公里啊 这个时候空气 非常非常的稀薄 我们可以当作 没有空气的阻力 因此呢 人造卫星在这个位置啊 它仅仅受的一个力 就是重 就是它的 万有以地球的万有引力 好 那么我们看 地球的万有引力 跟r的平方成反比哦 这个时候啊 它的轨道啊 可能是椭圆 可能是圆 可能是抛物线 或者是双曲线 要看它的 发射时候的条件而定 这个我们先不管它 我们就把它当作是 圆形的轨道好了 把它当作是圆形的轨道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牛顿第二定律 拿出来看 嗯 它只有法线分量嘛 好 这个 万有引力 要等于 man v平方 over r 所以v平方就等于 gme over r 等于这个 OK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g 这个g 我们前面讲过 它就是 大g 乘上me 然后被r平方 来除了 所以我们上下都乘一个r平方的话呢 然后 上下乘r平方 那么我们可以把r平方 开出来 变成r 然后这个就变成g of r 速度 跟半径的关系 速度 跟这个地球半径的关系 好 再来我们看 我们看人造卫星的周期 还是2πr over v 我们刚刚用过 v我们已经算出来了 对不对 刚刚算出来了 把这个带进去 把这个带进去 这有个 一次方 这个是 开山 拿山就是等于 二分之一之方 就二分之三之方 那这个地方 左边跟右边同时 都平方一下的话 那就t平方 这个平方 r三之方 那就说 人造卫星 要记住 它的周期的平方 跟它轨道 半径的三之方 成正比 好 这是 人造卫星 的一个 特色 那现在我们看一个 例题 一个人造卫星 在地表上空 300公里 绕圆形轨道运转 假设地球的半径 是6400公里 7是等于 每秒 每秒 9.8公尺 这个是 7是等于 这个是 我们 地面附近的 重力加速度 问 卫星的速度 是多大 卫星要多大的速度 还有 去卫星 运行的 周期是什么 去卫星的 发现加速度 去卫星的速度 我们不是有过这个式子吗 对不对 你把这个式子拿出来 你现在知道 它的轨道 假设地球的半径 6400公里 还要加300公里 所以它的R就是什么 6700公里 6700公里 这个是地球的半径 就是用这个 然后G就是用这个 9.8 这每秒每秒 这个S有个平方漏掉了 开平方 它就是 它每秒 是7740公尺 它运行的周期 T T等于这个 因为你 你现在已经知道它的R了 对不对 我们直接可以用这个做 T等于 2排R 6700公里 被V除等于 我们再换 换算成为 小时的话 它绕一周 1.5个小时 1.5小时 发现加速度 你看 这个我们常常用 对不对 不要忘掉 它有这个关系 V知道了 R知道了 所以 卫星的发现加速度 就是这么大 好 现在我们再举 两个例子 我们就看 下一张 这里说 有一辆卡车 它 载了一个盒子 20公斤的盒子 盒子于 卡车 卡车地板间 摩擦系数 是0.1 当绿灯 本来是停止在那里 绿灯亮的时候 卡车就开 启动了 以每秒每秒 2公尺的加速度行进 盒子呢 原先离车尾是5公尺 问车子 开了多久以后 盒子从车尾掉下来 这段期间 卡车行进的距离是多大 好 那这个 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当然可以 我们先考虑运动学 起初 是静止在那里 两个速度都是0 假定那个地方的位置是0 所以起初的 起初 条件知道了 加速度呢 卡车知道了 卡车是这么多 盒子的加速度不知道 陌后的条件 就是陌后的位置 卡车开到哪里了 盒子从卡车尾巴掉下来 那这个 陌后的条件 就是这样子 好 那现在我们呢 就说你用运动学 也没有办法完全知道 因为 盒子的加速度 你不知道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呢 我们就 先用加速度 先用运动学 然后 列式子 然后再把加速度 求出来好了 你看我们 做运动学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过 你要注意什么 要领记不记得 要画什么 坐标 是不是要画坐标 好 坐标画出来了 它是往X轴运动 这两个其实都是同一个了 X轴运动 好 那我们假定 这个是圆点 圆点设在哪里 圆点设在原先 这个卡车的车尾 在这里 这个是卡车 车尾的 起初的位置 然后这个是 物体的起初位置 这里到这里是五公尺 五公尺 然后 然后这个A 是以这个加速度前进 B的加速度不知道 我们要求 最后就是说 我们假定 经过了T秒钟 这个汽车 跑到这里来 XA 正好等于XB 就说 这个 盒子也在这里 汽车尾巴也在这里 它就从这里掉下来 就最后的位置 好 那现在我们 这都讲过了 起初 XA在0 XB0在五公尺 运动学的起初条件 加速度 卡车加速度是这么多 盒子加速度不知道 我们假设 卡车启动T秒后 盒子从车尾掉落下来 它的位置是X 那么也就是说 T等于T的时候 车尾与盒子的速度 这个完全相等 那现在我们用 盒子的加速度不知道 我们要求盒子的加速度 盒子加速度怎么求呢 我们把盒子特别画出来 这个是卡车的地板 把盒子的外力画出来 超距离 Momophores 这是加速度 还有呢 这个是地板 跟它之间 相互作用力 这是它的垂直分力 它的切线分力 就是摩擦力 因为车子往这边走 所以车子会给它一个摩擦力 是往这边 因为这个物体一开 物体有个惯性物 它会保持原来的位置 对不对 这个时候摩擦力 就是朝这边 好 画出来以后 我们就由牛顿第二地板来列四桌 所以我们说 Sigma Fx 只有一个力 Fk 等于MAB Sigma Fy N-Mg 等于零 因为它没有跳动 没有加速度 还有 Fk 等于μ K N 从这里头 我们可以解出来 AB 就等于 AB 等于 0.1 乘9.8 就是0.98个 每秒 每秒公尺 那么 我们现在用运动学 求X GT 现在这个 AB的 加速度都知道了 我们先把 A 物体A 的这个 等加速公式 用出来 因为它都是等加速 好 XA0 知道是0 对不对 VA0 也是0 AA 是 每秒 每秒 两公尺 T平方 这是T秒钟 B呢 是这个式子 这个是五公尺 VB 也是0 这个是 二分之一 0.98 等于这么多 公尺 好 那最后我们就把 XA 等于XB 等于X 那么 因为这两个 相等了 这两个相等的话 那就是 这个括弧的值 等于这个值 就是这个值 从这里 从这里算 T等于3.13秒 T算出来以后 我们带到 随便带到哪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或者这个式子都可以 就 料领是什么 要画坐标 起初条件 加速度 末后条件 这个在图上面都要 把它表现出来 然后再 如果加速度不知道 用牛顿第二定义来求 最后再用等加速 或者是运动公司来求 这个式子 我们现在看这个例题 这个例题很有意思 我们前面所讲的 都是 比较简单的 就是说我们说过 牛顿的定义 一定要在什么坐标之下 才能够用 惯性坐标 对不对 都是针对惯性坐标 列出来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个 一个式子 看一个东西 这两个滑轮 这质量都不算 摩擦力都不算 这里挂了三个物体 M1 M2 M3 都从镜子开始示范 然后这个物体开始掉 这个物体 也开始掉 那现在要问你 A1是多少 A2是多少 A3是多少 这两个绳子的张力 这根绳子 跟这根绳子的张力 是多少 那你要怎么做 这当然是力的问题了 力的问题 我们用牛顿第二定律了 因为它是不平衡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关键物体找出来 1 2 3 这三个关键物体找出来 然后把它们的外力都画出来 加速度也画出来 比如说我们画这个 这个力 超距离 M1G 张力 TB 我们假设 这个比它小 我们假设它往上 A1 这个A1是相对什么东西呢 相对什么 可不可以相对这个 因为这个滑轮也有加速度 不能相对它 它是相对什么 相对地面 对不对 或者相对A的滑轮也可以 是相对这个的 那我们现在 这个都画出来 M2 这是超距离 这个是张力 这是A2往下 这也是对地面 然后这个M3G 超距离 TA朝这里 假设它也是往下 A3也是 也是对这个地面 我们现在有牛顿第二定律列式子 物体一 对地面列 TB向上 M1G向下 A1是向上 所以用正的 然后再列物体二 物体二 M2G往下 用负的 TB往上是用正的 然后M1 这写错了 M2 这是M2 M2-A2 -A2 M2-A2 OK 你们回去讲义上面 这个要改一改 M2 怎么写错了 奇怪 怎么会这样 大概是我把这个移下来 我把这个移下来 然后改这个没有改 这是M3 M3 TA向上 M3G向下 M3 乘上负的MA3 OK 现在我们说 你它有几个位置数 TA是一个 TB是一个 A1 A2 A3 有五个位置数 五个位置数 你只有三个方程式能不能解 不能解 我还有两个 还有两个 到哪里去找 到哪里去找 好 第一个 我们说 华伦B 华伦B 华伦B本身没有质量 它上面搜一个TA 朝上 它有 这两个的反作用力 都是朝下 都是TB 所以减掉两倍的TB 要等于零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从哪里找 就是 这个 这两个加速度 都是对地面 但是对B来说 它有个相对加速度 因为这条绳子 不会伸长 也不会缩短 你这边伸长 这边就要缩短 对不对 所以这个加速度 跟这个加速度 是有关系的 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 它相对A3的相对加速度 与A2对A3的相对加速度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就是A13 它对它的加速度 等于它对它的相对加速度的负值 那A13就是A1-A3 负的 A2-A3 就是A2 A2是往下 A3 A3 也是往下 因为这个 这个是A3 在这边是往上 OK 因为这是减的 所以这是减的 我们就得 2A3 等于A1-A2 所以有 1 2 3 4 5 然后这五个 方程式里面 我就不去解它了 这就是我们去把它解出来 OK 好 最近你们回去 好好的 这个 再思考一下 再算一算